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跟咱现在的纪录片似的一帧一帧一帧的那种平窝画卷 你看到平窝画卷上的明军士兵盔甲整齐 刀枪明亮 你看倭寇一个个批发险足衣衫褂褛 怎么看也不像是一支国家派来的侵略军 国家再惨也不至于惨到连统一的军装都不配备的这个份上 因此倭寇他不是外国侵略军 至少他不是外国政府派来的侵略军 恰恰是外国无政府状态下出现的这么一种武装难民 如今总有愤青扬言 宁可中国不长草也要收回那个党 宁可华夏遍地坟也要杀掉那个人 到底是什么让这帮剑盆侠如此好战 关注微信袁腾飞工作室回复愤青 带你了解愤青背后的那点事